大家好,我是惠惠,现在呢已经入冬了 入冬后呢要多吃鱼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草鱼 非常懒人又好吃的做法 不油炸也不水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吧 首先把买回来的草鱼清洗干净 肚子里的黑膜呢一定要去掉 在鱼头这个位置呢划上一刀 在鱼尾处划上一刀 用手轻轻地拍一下 把这个鱼腥腺去出来 反面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去出来 把鱼腺都给它剪下来 把鱼头切下来留了顿汤和 再把每一块都给它分成三份 这样子更容易入味 直接放到大碗里 放入葱姜 两勺料酒去腥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半勺老抽上色 一勺黄豆酱 再来点胡椒粉 用手轻轻地抓拌均匀 腌制二十分钟 准备一个洋葱 对半切开 切成小块 给它抖散 放入盘里 准备一块豆腐 对半切开 给它切成片 放入盘里 切一点葱姜蒜 放入盘里备用 准备一把煎蒸锅 把根部去掉 放入水里清洗一下 锅中倒适量的油 把豆腐放入里面煎一下 煎至一面金黄 给它翻个面 最后煎至两面金黄 看这样就行了 出锅装盘 把锅里的底油 倒入砂锅里面 放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 把洋葱加进来 再次翻炒均匀 放入清洗干净的金针菇 再放上煎好的豆腐 这个豆腐如果不喜欢吃煎的 不用煎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上面再铺上一层金针菇 放入腌好的鱼肉 都放进去之后 把料汁也加进来 再加入一瓶啤酒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再用中火煮十分钟 时间大 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放一点小米椒 再放一些葱段 寒冷的冬天 煮上这么一锅 吃完以后 整个身子都是暖暖的 看一下这个鱼肉 非常的鲜嫩多汁 也是非常的入味了 再来看看这个豆腐 吸足了汤汁 也是非常的入味 被煎过之后呢 吃起来更加的香 这个金针菇 吸足了汤汁 也是非常的下饭 配上一碗米饭 别提多好吃了 天冷的时候 来上这么一锅 真的是太满足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的话 就赶紧收藏起来吧 喜欢汤汁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呦 拜拜